陈亚男接受采访时提起朱小伟称还有感情 说俩人分手也是无奈之下做的决定 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 这俩口子的婚姻大事还能让别人影响到分开 陈亚男接受采访时的回答基本是在把问题推给朱家 没有说自己的一句不是 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朱小伟有感情怎么还跑到娘家住呢 这在外人看来不就是俩口子有矛盾 以至于不想看到对方吗 如果真有感情 还会在直播间把朱小伟说的得意无是处 明眼人看着都是嫌弃 直言是大一哥太惯着儿子 也不督促朱小伟努力 自己也只是平时抱怨了几句而已 还说朱小伟不爱学习 没办法就让接回家里了 平日里就是玩手机打游戏 一年的时间里 因为朱小伟爱打优秀就受不了了 可是在他直播卖货的时候 朱小伟明明也是陪在他身边的 虽然看着像是一个背景吧 可以实实在在的坐在那里 即使面对镜头胆怯紧张 可也算为了陈亚南豁出去了 这还不够真心吗 另外 朱小伟又不是在上学阶段 怎么还管他学不学习呢 反观陈亚南怎么对待朱小伟的 直播间就是把朱小伟安排在后面 他和其他主播在前面开心的 与在线朋友们互动 这叫什么事儿呢 就算朱小伟老师也不至于心里没想法吧 此前陈亚南不是口口声声说 喜欢朱小伟的憨厚老师吗 当初见面聊天以及办婚礼在一起的时候 朱小伟也是那个样子了 又不是前后差距太大 你找他时他就这样了 不喜欢也不要说不好 那问题来了 当初为什么要跟人家结婚呢 越是一直这样诉说委屈 越翻不了身 不管他有什么毛病 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结婚一年还没孩子 俩人在一块了没有 都分开了 就不要聊朱家事了 你要独立就按照你的方式来 如果他要是本分 就不会把护士工作辞掉 老朱家有钱 不需要自己的儿媳妇抛头露面 逼掉最重要 不知道他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 只是想到是自己的委屈 朱小伟行不行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想改变一个人很难 结婚毕竟是大事 这么快就决定了 具体原因只有自己知道 后来分手了 还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谁没受过委屈 彻底分手前干什么呢 再说已经晚了 其实如果老老实实直播 别说自己老公的坏话 夫妻关系坐实 教着朱小伟坐实 幸幸福福的挺好 男人知道把自己老婆养成公主 女人知道心疼自己的男人 既然散了 就一别两宽为好 为什么总拿前婆家说事呢 为什么分手了 又让父母陪着去朱家呢 无非就是蹭热度 让他们帮着给自己解决问题 从而好直播卖货挣钱 没到法定年龄结婚证都没登记 根本不是一路人也不在一个频道上 大一哥太着急了 这婚礼也是办得太草率了 门不当户不对 夫妻之间的事 只有当事双方最清楚 离婚了就不要再聊婆家的事了 看来吃亏还不够 别再折腾了 有些事情越描越黑 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